字幕提供 喂 您好 我是魏魚田 今天一大早開始 有大範圍的雷雨包 持續移入北台灣 又是閃電 又是打雷 雨淡狂炸 以累積魚道來看 雨下最多的都是在桃園地區 上市大園跟觀音 累積魚道方面 已經來到了破百毫米 而在石魚道方面 下最大的時候也一度來到了七十幾毫米左右 相當的驚人 而另外像在基隆 雙北市以及新竹 也都有持續性的降雨出現 因此氣象局也是發佈了大雨到豪雨特報 而最主要的關鍵就在蘭恩颱風 侵襲日本的關西地區 導致原本位置比較偏北的低壓帶 開始逐漸由北往南來到台灣附近 因此從今天開始一度到禮拜六 一連四天的時間 我們的天氣表現都是相當的不穩定的 而以今天來看像是在西半部來說 都很容易有鎮雨 雷雨到局部較大雨勢的發生機率 而在東台灣來講 在中午過後也是會有太陽加熱的關係 因此在午後也是會有一波降雨發生 而來看到在中南部來講 從今天的入夜開始一路到明天的清晨 因為預估在海上也是會有一些對流移入進來 特別是在沿海的部分 也是會迎來一波比較明顯的降雨 而另外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這兩天時間 預估天氣表現也會跟今天非常的類似 而到了周六的時候呢 雖然看起來低壓帶是有減弱的跡象 不過整體都還是特別容易下雨 不過整體的降雨量值呢 相較於這幾天來講 已經有明顯的減少了 而整體的天氣要變得比較穩定 只是要等到禮拜天的時候 所以太平洋高壓勢力重新回歸 才會回到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白天多雲稻晴 而午後依舊會有雷震雨 再帶您關心 兼全台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報 首先來看到在北台灣的部分 今天整天來講都非常容易下雨 基隆29到31度 雙北市29到31度 桃園新竹苗栗30到32度 降雨機率來到60% 再看到在中部地區 台中30到32度 彰化南投29到32度 圓林嘉義29到32度 降雨機率一樣很高 來到70% 往南部移動呢 今天整體也是猶豫的天氣 台南29到31度 高雄30到31度 屏東29到31度 降雨機率來到70% 而東台灣的部分 宜蘭30到32度 花蓮29到31度 台東30到32度 降雨機率50% 最後在外島的部分呢 整體一樣是多雲到有雨的天氣 可以來到70% 連將28到30度 金門澎湖28到32度 最後天氣小丁 您要來提醒大家 從今天開始 一路到禮拜六的時間 受到了低壓帶的影響 全台的天氣 都是相當的不穩定 而主要呢 可以分成東西兩個部分 像在西半部地區 容易有局部大雨 發生機率 而在東半部呢 午後也是會下雨的 提醒您要特別的留意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